全球Nit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食安食品安全是所有的公共议题里面 唯一不是身外之物的重要议题 陈伟为各位介绍现在接受我们专访的 他是来自台湾大学生物产业传播 继发展学系的副教授邱玉禅 邱教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邱老师我们一开始真的要问您一个 就是套一句流行的用语 就是我们与基因改造生物 所谓的GMO的距离 因为基改生物 这个陈伟自己问了一下周围的亲朋好友 特别是相当在意食品安全的妈妈们 菜兰族们 但是邱老师我发觉 大家好像印象中就只会觉得是 喝豆浆的时候会挑选一下 这个有一款强调它是非基因改造黄豆的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比较健康 要不然就是想到说孩子的这个营养午餐 在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确实有立法让基改食品要全面退出校园 可是说过来说过去 这个基改食品对台湾而言相对不是一个这么大众化普遍认知的议题 基改食品 基改生物真的有进入到台湾人民的日常吗 有啊 你刚刚讲的就非常好啊 就是我们喝豆浆或是你去超市买豆浆 买豆腐的时候 我想有一些妈妈们或者是有一些消费者 他们就会看一下那个标示 是不是基改黄豆或是非基改的这个产品 所以这个基改食品在台湾 跟台湾人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的密切 比如说我自己 我是非常喜欢吃黄豆制品 我非常喜欢吃豆腐 所以这个在我每天生活当中它都会发生啊 就是说我都会遇到 那我们台湾就是说 除了这个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的关系 就我们吃很多黄豆制品嘛 你刚刚讲的我们早餐要吃豆浆啊 宵夜要喝豆浆啊 然后我们吃豆腐啊 我们吃豆干啊 什么豆皮啊 我们吃非常非常多的豆制品 就是在我们的三餐里面 在我们的宵夜里面 在我们的零食里面 就是比如说吃豆干这种零食里面 OK 然后所以黄豆制品大概 这个基改黄豆制品 大概是我们有从台湾人的饮食习惯里面 会比较常遇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玉米 那玉米是那个罐头的玉米的话 就玉米的话 我们可能 你也可能可以看一下标识 就是说玉米有可能是这个基改玉米 你有可能会遇到这样子 对就我想主要还是这个黄豆制品 因为我们有进口的这个基改食品相关的 有黄豆玉米 然后另外其他的是 比如说甜菜它是做糖用的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大概不 就是你直接会去买到 大概是不会啦 但是在一些食品里面 比如说零食里面 比如说你可能会 它的那个糖里面 可能是来自于基改作物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说你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习惯 你吃这个零食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玉米片 类似这样的东西 对它可能也会有 但是直接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豆腐豆浆 这个可能还是我们最直接会遇到的 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产品是可以的 在我们台湾是合法上市 了解 所以是非常密切的 对啊 那个所谓的在学理上面的定义 基改生物甚至成为食品 这个它具体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基因改造 这个听起来实在是很高大上的一种话题 蛮专业的 嗯 好 那简单来说 就是说 基改食品跟其他 就非基改食品最简单的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我们可以可能可以这样去理解它 就是说 基改作物 通常我们会叫基改 GMO 基改作物 或者基改 基因改造的生物体 是 就是说它是透过一些基因工程的技术 把一些基因遗传的物质 把它转植到这些 我们讲作物好了 比如说转植到这个黄豆或玉米 这些作物上面 那为什么要做这种基因遗传的物质 把它转植到这些作物上面呢 就是说可能是让它长得比较好 可以抗除草剂 可以比较耐这些极端气候等等这些 所以它是透过基因工程的技术 去改变这个作物的一些特性 所以这样子的作物 我们把它叫做基因改造的作物 那当这些作物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黄豆 它制成那个食品之后 那我们就会说 它是基因改造的食品 比如说 比如说豆腐 然后你去超市买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有规定要标示嘛 所以他就会说 这个豆腐这个产品 它是不是 它是由基因改造的豆子 黄豆做的 还是飞机改的豆子做的 嗯嗯嗯 这个是 对不起打断老师 没有没有 我说这样清楚吗 是是 我想这是 确实是相当简明易懂的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从1996年基改作物 它商业化 然后如今也有20年了 可是台湾的新闻 在就是邱老师您的观察里面 大多怎么样来看基改作物呢 因为如果就我所知道 就是这个基改作物呢 它常常跟几个 美国大型的生化的厂商连接在一起 那又加上那几个生化厂商 在就是世界大战的时候 曾经生产过被用于 就是战争上面的一些 植物的农药 所以其实基改生物在国际上面 它一直是一个比较争议的 可是在台湾 我觉得还好耶 依依老师您的观察 你觉得还好是说 风险你觉得还好 对我觉得风 我觉得对于它风险的认知 比较局限于就是说 所谓的就是非营地组织 有一些 例如绿色和平 他们相当的在乎这件事 但是在普罗大众的心里面 就觉得好像还好啊 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有时候就觉得 不是很有感觉 它的风险性 老师您看新闻媒体 普遍大概是用什么样的角度 来论述基改生物 基改食品 好那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首先要知道 这个媒体的特性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那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我自己没有做过 这个基改新闻的报道 这种分析 但是在那个2011年的时候 这个政大的徐美玲老师 跟他的学生谢君卫 他们发表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他们追踪了蛮长期的 好像是1994到2006年的 这个基改的新闻 台湾基改食品的新闻 那他们的发现是说 这个其实也很符合 我刚等一下要讲的 这个媒体的特性 就是说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 一个就是说 消息来源 就是说去论述这个基改 有没有风险 就是论述对这个基改发言的人 大部分是谁 那有两种人 一个就是这个科学领域的专家 那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官员 就是这两种人最多 谁在讲基改 一直在媒体上面讨论基改 那就是这两种人 那从这样子我们可以 我们了解了这样 就是说这个媒体的发生 就被这两种人占据的状况下 我们就可以理解 就是说那基改食品的 在媒体上面的论 新闻上面的论述 就会变成一种 好像是一种寻求科学进步的 一种表征 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 进步的表征 那它可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 那当然风险的问题 还是会被谈到 但是相对的这个分布上面 就是比较少 那我要讲的 顺着他们这个发现 我要讲的两件事 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 我们要了解媒体上面的运作 就是说新闻上面的运作 是新闻记者出去采访 那他们采访的对象 他们偏好的对象 其实有某些特定的 偏好 比如说 指标人物啊 政府官员啊 意见领袖啊 工会的会长啊 对 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想象 这个当新闻记者要写 这个基改食品的新闻的时候 他理所当然就会想到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几类人 对 所以这个新闻呈现这样的现象 我们可能也不惊讶 那我接下来要讲的是说 那我们要知道 现在的媒体跟过去的媒体 其实也非常不一样 因为徐美玲老师 他们这个研究是做这个平面媒体 可是这几年 这十几年下来 我们有非常多数位上面的媒体 他们的性质跟报道性质 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报纸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举几个常常会报道 或者是比较专注在食安风险上面的这些媒体 比如说上下游 我不知道听众们熟不熟悉 也许可以Google一下这个 然后上下游 他们其实是非常专注在台湾的这个农业新闻的报道 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健康类的媒体 也是数位上面的媒体 是的 所以这些新兴的数位的媒体 他们的报道的角度就可能不见得 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大众性的 一般的这个传统媒体 因为他们的任务是 他们的报道是比较专注在某些议题上面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再去分析的话 它可能是会非常的不一样 对确实这个台湾的媒体真的是百家齐鸣 我自己有时候在看就是跟健康相关的 我可能会看就是康建杂志 那我有时候在读就是跟食品安全相关的话 我会特别去看一下有一个叫实力 听众朋友就是吃东西的食物的实力量的力 不过我想大家讲过来讲过去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还是说 这个基改食品它真的有风险吗 它真的有风险吗 所以我们要谈的是说 当风险遇上科学 有些人觉得要让科学的证据来讲话 可是有些人是谈到就是说 我们要把我们要用预防原则 所以它那个有风险的地方 我们不可以把它视为是就是视而不见 这个邱老师 在国际间有发生过哪些指标性的研究的论战 都是在我想最主要就是健康 它真的会危害健康吗 邱老师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或者说这个基改食品它到底有没有风险 对 因为它被量产了 它是商业化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骨干了 基改的食品 这个在基改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去讨论 那困难的原因其实就是说对于基改食品的安全性的研究 或是它风险的研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它没有定论 就是有些研究发现它可能会有一些过敏啊 癌症啊 肿瘤啊 那有一些研究会发现它没有风险 或者说它的风险其实是微乎其微 就是说这样的研究一直在出现 有风险跟没风险的研究一直在出现 所以就变成我们很难去讨论它到底有没有风险 或者是说它的风险我们非常难去评估 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 我自己啊就是有时候觉得 哇 真理怎么不是越变越明 反而成了我们被资讯爆炸给完全淹没了一样 所以我今天才会特别请教邱老师的 就是说指标性的研究的论战 嗯 好 那这个在那个基改的研究里面 就是跟基改风险相关的研究里面 其实有出现过好几个这种论战 那我觉得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法国学者 Serenini的这个研究 那当然这个研究不只在这个基改的 它这个论战不只在基改的研究 非常的显著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件 在整个科学界里面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那我现在先简单的来简述一下 这个事件是什么事件 就是说这个Serenini他做了这个小老鼠的 他为这个小老鼠吃这些基改的作物 玉米 为他吃玉米 然后他的研究里面就发现在一年多之后 这个小老鼠就长了肿瘤 那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实验的这个研究呢 发表在一个期刊上面 然后呢 这个他发表在这个期刊上面之后呢 就会就马上引起一堆科学家的论战 就是说认为就是围剿他的这些科学家 就认为他的研究非常的偏颇 他的研究的小老鼠的数量太少 他的研究不够严谨 等等等等这些 但是有另外一批科学家 上来支持这个Serenini的研究 就认为没有他们讲的这些问题 那这个研究呢 他后来他被这个期刊撤稿 就因为有太多争议 这样就被这个期刊撤稿 哇 我觉得撤稿是一个大动作耶 把稿件自己撤下来 对 他就被这个期刊的主编把它撤稿 那这个撤稿就引起后续更多的诚意 虚然大波 对对对 这个撤稿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不过Serenini后来 他又把这个研究 就是他又被另外一个期刊 接受又刊登 OK 这样子 但是这个事件所凸显的就是说 科学其实也没有我们那么想象的 那么我们一般会认为 科学是一个客观的 对 是个真理 对 好像是真理 或者是个真实 对对对 那这个事件就告诉我们说 即便是这么多的科学家 其实他们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看法 那所以这个Serenini 这个事件所凸显的 就会有非常多的讨论 特别是他后来撤稿之后 就是说这个商业界的势力 怎么去影响到这个学术研究 或者是就是其他的不同的这个利益上面 在这个科学研究上面的这些影响力 其实从这个Serenini的这个研究上面 后来他等于这样的事件 其实是被大家广泛讨论的 是 是 我确实也有看过就是一些相当powerful的 的这个公开发言 比如说2016年的6月的时候 全球有122位的诺贝尔奖得主 他们是联署发出了公开信支持基改生物 他们的公开信的具体内容 就是说基改生物是安全的啦 是健康的啦 我也确实有看过这么对常人而言 其实是蛮powerful的声明 不过其实到底是健康安全的 到底是不是这个当中的争议 其实到现在还不算有定论吧 你说在基改的Ci食品 对 这个就是会 现在就支持基改跟反基改的人 其实的争议之一 就是说因为他的风险没有定论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来看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那个Sarini那个研究 他就是凸显了这个研究社群 或者是这个产业界的发展上面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 或者不是除了这个 对健康有没有风险之外 有些人会去思考到这整个产业发展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譬如说这个种子被一个某一些特定的大公司所掌握 那譬如说这个农民 在特别是这种比较弱势的农民 小农民在这个整个基改的产业 这种产业当中所受到的一些伤害 或者是说这个食物 粮食自主权的这些问题 就是相对的不只是他有没有风险 而是我们要去看这个基改作物 他的发展 对于这些 比如说环境生态的影响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粮食生产的影响 我想有些人也会去 concern到这样的问题 关于这个技术 某一种程度有点像是所谓的公平贸易吗 也不是公平贸易是针对就是血汗掠夺性的 这个发出的一个控诉 但是主要就是在面对所避免 就是所有的资讯都完全朝向商业的 这个大公司 资讯被他们垄断 其他的资讯因此都没办法发出声音 可能有些人也是关心这个角度吧 对就是说 就是有一点像一个 被他垄断这种概念 然后这种大公司 就是说他不只垄断了这个粮食的生产 他会影响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学术研究 或是这个产业上面的这些交流 这些可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或者是你种植 普遍的大量的种植基改作物 他对于生态的影响是什么 了解 类似这样 所以现在的对于这个基改作物 或基改食品的争议 也不完全是在这个 对于人类的健康风险上面 因为健康风险 它就是一直都没有定论 所以其实大家会更关心的是 这些社会性的议题 是 我想就是在 玉禅老师 您常年其实是在看这个议题 关心GMO这个议题 因为它一路发展也有20年了 不论是不是这个议题 您认为科学 它跟整个社会价值观 还有跟社会中的每个个体 它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 来到我们现在说 就是其实好像网络世代 人人都可以叫做专家 来到我们这个世代 就是网络世代 因为网络要找资料 实在是非常的容易 但是也要相当的避免 被假新闻给骗去 您会怎么样看 就是这些重要的科学议题 对我们的个人 它造成的影响 我觉得对您刚刚讲的非常好 就是现在就是是一个资讯爆炸 或是资讯泛滥的时代 就是我刚刚讲说 在数位媒体里面 除了很多新兴的媒体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个人的部落格 包括一般民众自己的部落格 包括一些专家学者 自己的部落格 NGO的政府的 四面八方来的 这些资讯在网络上面 那所以作为一个数位时代的公民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资讯 也许以前在传统社会里面 相对来讲 我们可能可以比较被动 或者是那时候我们的思维 会处于比较被动的角色 对啊 就交给专家和政府就好了 没错没错 因为这样非常的省事 他们是专家 我们怎么懂呢 他们专家决定了 那就是这样是最好的 但是从我们刚刚的讨论 你就知道说 专家其实也有专家的立场 跟专家的态度 专家的态度 立场跟他们的想法 也不见得都是一致的 那这个东西 是我们自己每天都要接触的 是跟我们个人风险有关的 所以在现代的这个公民里面 作为一个现代的公民里面 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的权利 直接或者是说完全交给别人呢 我觉得我们个人也要负一点责任 那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 我就是一个上班族啊 我怎么可能去影响 影响这样的这个政策 或是影响这样的风险的这个制定 但是从我们台湾过去这十几年来 或这近几年来 我们都知道说 在网络上面很容易号召 或是登高一呼 就容易把一件事情完成嘛 但是在以前我们传统社会上面 我们个人很难发生的 可是现在的这个社会 网络世界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 对我们刚刚讨论的 就是说你自己要怎么样面对这些科技 跟我们之间自己的关系 那就是首先你要认知 你是这当中的一份子 你不能被动的 等着别人来管理你 或是被管理 你有各式各样的管道可以发生吗 比如说你支持 当我们在做这个政策讨论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表达你的意见 不要说你支持我反对 你支持我反对的OK 就是你要怎么表达你的意见 让你的意见可以进入到这个决策 那我觉得我们在媒体上面 很多不同的团体 他们会集结大家的力量 去做一些对政策的影响 那你自己可以进入这些讨论里面 在网络上面 我觉得现在是个人 是比过去要容易发生 那重点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公民里面 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扮演好 这样的一个参与性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 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 回应邱老师您所谈的 我们在发生的之前 我们往往需要去了解 那去建立自己对这一件事情的 透过认识他而来的立场 那这时候媒体的角色 其实就蛮重要的了 在各式各样食品安全的这个议题里面 在台湾 我说的是在台湾 其实大家已经看所谓的食品丑闻 我把它拟人化一点 叫丑闻 食品八卦 这些大家已经看得有一点点 这个我听过有一些人 已经觉得有点弹性疲乏了 就觉得不甘不尽吃了没病 算了算了都不看了 但是我回头来讲 其实呢 我想请教邱老师是说 就是您看这个 就是风险的这种沟通 这种去对任何一个食品安全 有了解 这个媒体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老师您会比较建议 就是每个个体是怎么样看这件事的 看媒体 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好 因为现在的媒体环境 比以前复杂很多 我们刚刚的讨论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是一个媒体 我们的脸书就是一个媒体 所以你会接触到的资讯 会非常的多元 更复杂 然后加上资讯的传递 比以前容易很多 就是说你LINE上面传一个 别人转给你 然后你就转给你的群组 所以我们常常在一天内 这个讯息可能马上几千人 几万人就收到了 因为大家手指一点 它就传出去了 是的 所以一个个人也可以 就是说这个媒体的世界 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那这个我就要回到我们最传统的一种 一种讲法 就是说尤其在现代 面对这么复杂的社会里面 你能不能去分辨这个资讯 对分辨这个资讯的正确性 或者是说 也许我们没有那个专业知识 可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比如说它的来源 比如说我有时候会收到一些 我的LINE的朋友 转给我的讯息 我都会看一下 说这个东西有点怪 那我就不会转传 那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 就有一个人传来 就说刚刚那个 不是发文的那个人 就会有另外一个人 在传了一个东西来说 刚刚那个已经在几年前 被认为被证实是一个假新闻 请大家不要转传 是是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现在这么复杂的 这个资讯世界里面 我们自己又回到 回到刚刚那个论点 就是说 你是一个传播者吗 每个人都是一个传播者 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或是认为 你自己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这些 你没有办法确定的资讯之前 你要不要先想一下 再把它传出去 或者是说 你要怎么去判断 这个资讯的合理性 跟它的正确性 那简单来讲 就是说 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媒体素养 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媒体素养 有一点提升 你才不会变成 这个资讯泛滥 或者假新闻 假资讯当中的一个 助凶的帮凶 共犯 对 我觉得有时候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的要求 其实 这样要好像把个责任 都归咎在个人的身上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说 我们在我们刚刚讨论的 这个资讯流通的一环里面 每个人都是 这一环当中的一个嘛 对啊 不是局外人 没有局外人 没有 我们现在在防疫 不是只有那些防疫人员 在做疫调人员 或是政府关于在防疫 我们每个人都要stay at home 这样才能够保持 整个社会的安全 所有人的安全 一样 就是说 我在这样的一个环节里面 人跟人的距离 好像变远 可是因为透过这个 媒介的关系 我们人跟人 在这个资讯流通上面 其实它其实更紧密 是 更密 对 是 所以你这个小螺丝钉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我们是在家里 看电视 新闻播报 你大概 如果非常的热心 你可能会拿起个电话 打电话给你的妈妈 或爸爸说 我刚刚看 对新闻说 最近怎么样怎么样 他不要出去 干嘛 顶多这样子 你了不起 你今天可以打电话 给十个人吧 可能就很多了 可是现在的社会 不是这样的社会 真的 LINE一转传 一直在传传传传 对 没错 所以 所以也许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我们可能更要 去思考到我们自己的角色 然后更要谨慎的 在当我们在解读这些资讯 跟我们在传递资讯的时候 是 我想不论是基改的生物 或者是食品安全的议题 因为这个是 所有的公共议题里面 唯一不是身外之物的 因为我们会吃进去嘛 这是严肃的议题 那对于台湾大部分的民众来说 我的观察 零风险 台湾民众也没有在期待 这种事情的 再安全的飞机 都可能有 极为小的几率 它会坠机 或者是恐攻 都有可能 所以因此 合适的风险 才是我们的追求 可是 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个单位 这个风险管理的单位 已经是个人了 郁禅老师 您怎么样看 个人要如何来做风险管理 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它就是非常实际 每天日常生活当中 都会遇到的 对 我觉得最重要 我在猜啊 就是说 知识可能大家都有 就是说 当然比如说 我们刚刚讨论的 基改的风险 它 它有一点 没有定论嘛 那所以当你个人在 面对 比如说你今天去市场 买一块 去超市买一块豆腐的时候 你要选择基改 或是非基改 那我觉得 我先把话题插开一下 就是说 我们人在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就举购买这个例子好了 你要不要买一个东西 常常可能不见得是 因为它有风险或没风险 我们买一个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 公平贸易好了 就是我们的购买动机 其实有时候是非常复杂 比如说 我会去公平贸易商店买东西 即便我知道它比较贵 它品质可能也没有比别人好 但是我愿意付这个钱 对 我愿意付这个钱 买这个公平贸易的茶 咖啡啊 买这个尼泊尔妇女汁的 这个袜子啊 围巾 我愿意 但是它比较贵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它比外面的贵 但是我愿意买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当我们在思考 我们自己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购买的行为的时候 其实它某种程度 就代表了我们的价值观 那这个价值观 也包括你面对风险的价值观吗 比如说我们刚刚前的 你讨论的就是说 我们经过台湾 经过这几年那么多实案事件 我们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学习 我们知道没有零风险这件事情 但是它就是有风险嘛 那这个风险是 可能是很微小的 但是它就一定是有风险 我们做手术 我们坐飞机 我们骑脚踏车也会跌倒 就是都是有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 那你个人面对风险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是你的价值观 那另外就是我刚刚讲 我们去购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你可能会买一个豆腐 它强调是台湾本土黄豆做的 那你知道它真的比我买过那个豆浆 真的比外面的豆浆贵非常多 可是你愿意买为什么 你想要支持台湾的本土的黄豆 台湾的杂粮 你想要支持它 所以你愿意买 所以我觉得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不仅要思考到 你自己的风险管理的态度 还有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购买行为 它其实都是一个投票行为 就是说你买了 就是代表你支持它 比如我刚刚取的买 我愿意花比较多的钱 去买一个豆花 它强调是台湾本土黄豆做的 那我要支持 让台湾的这个杂粮可以复兴 所以我愿意去花比较多的钱 去买它 那这个就是一个投票 表达你的支持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的展现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的公民里面 我们要非常有意识到 我们自己这样的行为 它后面可以产生的力量 是是是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大学 生物产业传播 即发展学系的副教授 邱玉禅 邱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邱老师谢谢您 谢谢 也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所谓的选物 外显出来是您的品味 而它其实是来自您的价值观 您的任何一个动作 比如说消费 购买 这个就是投票行为 这个就是代表 您对于这件事情 是给予肯定 还是反对 所以不要忽略您的任何一个表态的动作 再一次的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跟NIT Radio所共同制播的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喜乐 下周再会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